佛典故事一 距今约两千五百年一起 尼古尔与印度的国境附近有施加族的国家 其国都市加皮罗魏城 这是身为施加族的王子 居于加皮罗魏城却契承出家 修行 互道成佛 说法 拯救众生的世尊的故事 佛典故事 幽波里的出家 世尊带着许多弟子回到故乡 加皮罗魏城来了 这一年 世尊年方三十六岁 据说是他离开故乡七年后的事 加皮罗魏城的宫殿 为了迎接世尊的归乡而废得 连宫殿外也有许多人等不及 走到街上翘首盼望 世尊的事啊 没有我不知道的 我什么都知道 他那原是本国的王子 在国王靖范王的城里头 和美丽的太子妃耶稣陀罗 过着自由逍遥的日子 但是在七年前呢 也不知道是为了什么原因呢 总之 这事情是非常的复杂呀 你得要等死我了 小心点 幽玻璃啊你 可恶 幽玻璃 小心点 对不起 对不起 被骂的是礼法师幽玻璃 虽然年纪还很小 因为手艺巧 在宫殿和城里有许多的顾客 请问 后来他怎么样了 就在七年前呢 他忽然放弃王子的身份 他出家了 走到南方遥远的国家 然后在深山林子里 不断苦行了六年 最后他终于那个了 他得到了 你知道吧 得到 是什么 那是很了不起的宝物 有了那个宝物 世上的烦恼痛苦 马上就消除了 烦恼痛苦马上就消除了 人们想分享那个宝物啊 正着要成为世尊的弟子 现在啊 他的徒弟据说超过一千人呢 请问 那个宝物是什么形状的东西 能不能告诉我啊 什么 你说你什么都知道的 是啊 那就请你告诉我 能分给一千人的宝物到底是什么形状的 赶快告诉我吗 就算是我 偶尔也有不知道的事 别害我丢脸好不好 小鬼 不准害主人丢脸 对不起 知道了 我最宝贝的胡子 你看看 你做什么 把我胡子都给弄断了 对不起 请原谅我 不可原谅 罚他一百棍子 现在就开始给我打 我知道了 变得这么丑了 别怨我 我会慢慢的打 这样比较不会痛的 你放心好了 不行 请你尽快的打完 快 可是那样会痛的 快点 快点 能不马上消除烦恼痛苦的宝物 我也想分一点 如果不能分到至少我要看一眼 好 奇怪了 根本就没有宝物啊 世尊手上拿的只是一个脏锅啊 可是 我 有不自小的脸 有不尊贵的身影 如果能在他身边待三天 我就是死也甘心 在宫殿的南门前面 父亲静范王自己 挤在白线上的金鱼等待 衣着华贵的家臣和女官们一字排开 等待世尊一行人的到来 啊 太子啊 我等的快不耐烦了 哎呦 你瘦了 七年来 你一定吃了很多苦吧 多年来让你担心了 实在是过意不去 算了 先进去里面休息吧 还有 你的弟子也进来 过来吧 有玻璃 今天你不必来礼法了 求求你 请让我进去 我想听世尊说话好不好 什么 你少说梦话了 赶快滚回家吧 也不看看自己是什么身份 看看自己的身份 有玻璃听到这句话 一句话都无法 立法师的身份 在当时属于守陀罗 也就是奴隶 当时的印度大略分成四个机器 第一个是佛罗门 也就是奉神的祭司者 第二个是 也就是国王与其家属 接着是飞舍 也就是从事生产的人 最后是守陀罗 是服侍上面三个阶级的奴隶阶 在下面还有被称为非人 不被认为是人的走群 人们已出生被决定属为两个阶级 不可以改问自己的阶级 当然了 像我这种身份的人自然没有资格听世尊的话 可是 可是 我想听吗 什么东西 什么东西 好吃 你 看到了 如果当时你没有离开宫殿 你现在就已经击沉我 成为伟大的转轮王了 不怕 告诉我 你对宫殿生活哪里不满了 我对宫殿的生活没有任何不满 哦 所以我才害怕 认为理所当然的年轻跟健康 不 甚至是生命都会有结束的一天 不怕老 不怕病 不怕死的真正的平稳 为了追求真正的平稳 所以我才离家 开始的时候 我逐一拜访德高望重的仙人 请求教导 却没有遇到能满足我心的名师 于是我自己躲入林中 尝试各种苦行 经过了六年 只见身心日益衰弱 不见任何成果 于是我放弃了无意的苦行 离开了林子 走到尼连禅河岸沐浴 得到牧女一碗乳迷的供养 恢复体力 然后我下定决心 在一棵大菩提树下 进入林下 最后我终于悟到了真正的道 到 终于找到那个宝物了 我悟到了 人类的一切痛苦都起源于自己 因为执着自己的欲望 原来不是宝物啊 我更深入悟到 只有舍弃欲望跟执着 解脱自己 这样我们才能够得到 永远不变的心灵的平和 等一等 心灵的平和 这可能是比宝物更珍贵的话了 对 我一定要听得更清楚才行 那边好像有人 哇哇哇 什么啊 原来是狗 走开不开来这个地方 快走快走 再见 哦 那个孩子什么时候进宫的 且说这边的宫殿大厅 世尊正想将自己的弟子 介绍给城内的人 可是父亲靖范王 怎么也无法由衷地高兴 因为他还在乎 世尊一行人的寒酸衣着 哎 这你的徒弟 似乎个个都是身份高尚的婆罗门 可是很抱歉啊 个个看起来面容憔悴 一脸的贫项 还有呢 这这衣服呢 也太寒酸了 我看呢 就让我送给你 还有你的徒弟 一些新的衣服穿吧 你的好意我心领了 既然这样的话 那我就为你在林中建京社吧 我一点也不需要那些东西 可是 对了父王 公主呢 耶稣陀罗 听到你要回来的消息很高兴 结果呢 今天也到了 他就说 他身为妻妇 五眼镜人 把自己啊 关在房间里 我看你就自己去见他 我知道了 五眼镜人 不见我时啊 你看怎么样啊 从我们高贵的世家族人中 选择一些精英 送去做太子的弟子 围绕在太子的身边 壮大他的声势 你认为怎么样啊 真是个好主意 那么明天我就去剃光头 准备服侍世尊 除了国王之外 世家族地位最高的 就是我了 你愿意去啊 我现在呢 就去拜访每一个家庭 叫他们派一个年轻人出家 成为世尊的弟子 哎呀说的好啊 木剑罗师 只是太感谢了 晚霞照射着美丽的东帝 世尊与妻儿 耶稣陀罗 罗侯罗 相隔七年再会 耶稣陀罗 七年前我离开这个房间 离开了你跟罗侯罗两人 但是那不是因为我不爱你们 我对你的爱一直不变 请你谅解 我认为不论有多令人心罪 男女之爱终究只是执着 只是迷惑 会带来忧愁跟悲伤 该舍的是执着 该取的是真道 该取的 是永远不变的真道 如果可以的话 耶稣陀罗 请你也舍弃执着 跟我一起为了更大 更广阔的真道而活 你觉得好吗 怎么样 过来罗侯罗 你长大了 变得这么重 这边是宫殿外睡在自己家中的幽玻璃 人类的一切痛苦 都源起于自己 因为执着自己的欲望 只有舍弃欲望跟执着 解脱自己 我们才能得到永远不变的心灵的平和 啊 多么奥妙的话呀 对了 成为世尊的徒弟 就可以每天听到这种话了 对了 你也不看看自己的身份 你也不看看自己的身份 我的身份这么低 他不可能生我当徒弟的 为什么我会生在这种身份呢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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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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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隔天早上 你们 好 好 好 我 我 我们要惊天过去 快点 不然天要黑了 是 这不是做梦吗 一定要试试看 就是现在 要不只要趁现在 你在哭什么 跟我们离别有这么悲伤吗 那只是原因之一 大家都出家 走了 你年轻化在靠什么生活呢 想到这里我就好悲伤 这么说的也是 大家听着 把身上的饰品留下来给他 出家的话 这些东西对我们就没用了 你可以全部拿走 幽玻璃 有这么多了 你的生活应该是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问题了吧 怎么又哭了 这一次 他是因为变成有钱人高兴的哭了 不是 拿下这些 等于我把各位丢失的 执着跟欲望拾起来一样 我的烦恼痛苦反而会增加 真会出难题 你到底想要什么呢 你到底想要什么呢 求求你们 做世子也好 请在我一块去 以后我会再找机会 请世子收我当徒弟的 好不好 求求你们吧 你想做 你想做世子的弟子 冲凭你们 不得不许找他 不说什么 也不看看自己是什么身份 我带的个个都是世家族家世良好的英才 目的就是要壮大世子的生事 如果夹杂一个奴隶在内 你想想看 有如伊丽柔树士管理过周 荒唐 出发吧 你就带着士皮快快回家吧 果然是不行 像我这种身份的人 难道就永远无法得救吗 不行 要放弃还太早 我还有最后一招 我何不干脆直接去向他请求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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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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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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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 理法师优波里 我是加皮罗未成来的人 师尊我想请问一个问题 像我这么卑贱的人 真的不能成为您的弟子吗 师尊 你是想出家吗 是的 我想向您学习脱离痛苦与烦恼的方法 能不能告诉我 可是我的身份是守多罗 奴隶 不能成为弟子 成为侍者 仆人也好 什么是罪 有玻璃啊 是 水可以止渴 那么有这个人喝了止渴 那个人喝了却不能止渴的事情吗 这是 是 火把的光照亮黑暗的时候 有那边明亮 这边黑暗的是吗 没有 我说的法有如水与火把 那是没有以身份来选择对象的 这么说 油玻璃 从现在开始 你就是我的弟子了 谢谢你 分配给你规定的家装 永远别忘了这份热情的心 要好好学习 激励自己 太子 我依照约定带了年轻人来了 你看看 这一下子 你的声势可就壮大不少了 不过这野素实在不太好 我马上命令大家砍树建经社 木剑罗石 你叫我吗 现在我也算是你的弟子 被你知乎名字也没什么不对 你们穿的衣服 对学佛法的人来说太华丽了 请换上这边的衣服 这些衣服 你给我好一点的衣服吧 我也是 我也要 这时候 世尊心想 先进的弟子也太傲慢了 于是决定借幽玻璃 使世家族的公子们摆脱傲慢之心 弟子们啊 现在要举行入门仪式 你们就按照顺序向众位师兄行礼吧 他 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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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怎么正是傲慢与烦恼的奴隶呢 这么说也有点道理 可是只有他 只有幽波林 要是没有你我就会在这丢脸了 真是太坑了 都是我们的错 还就不能想 够了 世尊 我果然是不应该在这个地方的 对不起 幽波林 幽波林 我现在的心正折磨着你们 正烦恼着你们 这 世家族的人 现在马上丢弃傲慢之心 向幽波林 向幽波林行礼吧 痛苦跟烦恼就会马上消失了 原来如此 世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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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替我消除了傲慢之心 谢谢你 谢谢你 太感谢你了 谢谢你 这时候 大地 山林 河海 都感动地看到 天上传来布局的歌声 后来 幽波林 努力修行 滅入了世家十大地理之一 他遵守记忆 被称为 持近地理 另外 世家族之中 也出现了 如阿兰 南陀 罗浩罗等 两国群人 离之一 大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